采清活动将在新春期间恢复 新加坡武术农师总会表示 已同有关当局讨论及沟通 并且达成一些共识 据了解采清活动只限办公大楼 不能在住家和商场进行 有意采清的行事团 需先向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提交申请 记者蔡可安报道 这家行事学院表示 如果无法在住家进行采清 影响相当大 因为一些赞助商和商家 一般都在年初一或初二 邀请他们到住所采清 尽管如此 学院还是会提交申请 争取在新年前获得出对批准 政府讲的安全措施 我们一定要遵守 就比方说要戴口罩也好 听说他们说要进行COVID test 如果需要去的话当然要去 最重要就是有钱赚 为我们的学院赚一点点的经费 学院也指出 五龙一般上需要超过10人进行 因此今年农历新年将不会看到五龙的演出 另一家行事团则表示 今年只会接熟客及赞助商的邀约 不会接新的邀约 行事团也会根据安全管理措施 重新安排采清队形 据我所知是不能大型的表演 不过我们只准备两只师的表演 也不会说大型的五龙 像以前以往这样 我们会尽量把那个表演的模式塑小 然后也会通知我们的客户 尽量跟我们保持一些距离 新加坡武术龙师总会表示 受疫情影响 今年的规则与条例则更加严格 据了解团体必须列出 采清活动的路线图和一系列安全管理措施 吴总将在星期天召开说明会 向会员讲解采清活动的具体详情 去年超过180个团体获得准证 可进行采清活动